本節目內主持人及嘉賓的言論 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我們今集再次請阿南上來 再細數他的非表人生 好 先問一問 上次我說感情 還是說回你非表如日中的情況 其實你非表的收入是否穩定 這是大家想知道的 直入一點 不要轉換我 先分開 都可以的 當然 剛才我上一集見到你又收了10萬元的獎金 其實你最高獲得獎金的賽事是誰 哪個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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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 算不算是剛才那個 應該算是剛才那個 算是剛才那個 挺好的 其實你那個The World賽事 你都好像已經贏過兩站 每一站有10萬元 都不錯的 算是這樣的 但很多時候 這些獎金的其實都是投放回去 比賽 機票酒店的巨碼費 但是你那間日本公司已經贏了機票酒店 不是的 不是的 原來這些很快要表白給人 原來有些是要自己付的 例如你贏了什麼 你可以局部說 有些不說 沒所謂 某一兩次的機票酒店 所以報名費也是他幫你付的 有些比賽的報名費是 因為 因為報名費 剛才聽Christy說 都不得了的 現在的報名費 都貴的 現在也不止幾百元 現在的報名費 都起碼要過千元的 都挺重要的 過千元 我們上次去台灣也過千元 也要過千元 三項 一項三百六 也要一千零幾 我明知道輸定也要付 不知道為什麼 拿經驗 跟我一樣拿經驗 我還拿經驗 你大把經驗 我大把經驗 我投放也知道 大把都投放 是就好 這麼大的店鋪 我們做店鋪 我們都說回 我買飛錶 你又不賣酒 其實我自己知道 生意惡做 這兩年突然間 好像你也有投放資源 在飛錶店裡 你說暗市市場 是啊 是飛錶市場 其實 因為這是一直在做的事 以前我也有做過道場 沒錯 開了第一間 差不多你算是 我也是第二 第二 第一間 在沾沙咀 是的 那時候其實 因為自己本身不喝酒 是 所以 變成想多些人 玩得到 飛錶的運動 嗯 還有可以帶小朋友 一家大小 開心 到時候Massa 也是想在這裡玩 是的 變成很多人 都會 有這個機會 接觸到飛錶 嗯 為什麼以前的人 他們會接觸不到呢 因為酒吧 烏煙漲氣 是啊 猜妹 打架 是嗎 錯誤爛舌 還有小朋友 也不能進去 是的 最早期可以進去 後期 出了煙的條例 就進不去 所以Massa 就去不了所有地方 都去不了 是的 連附和酒店也不能進去 那時候 附和酒店也不能進去 所以我們自己 就開了一間道場出來 嗯 很漂亮 很漂亮 很日本的形式 就是有東西賣 等等 現在最大的一間是你 對嗎 對嗎 我辛苦你不知道 哈哈 現在我們再從頭開始 做了一間叫dark market 嗯 其實我們主要不是賣東西 因為我們主要是做教學 沒錯 我就是想提出 去做一個非標的訓練班 因為我們正式有一個訓練學院的訓冊座 嗯 變相來說就是 令人可以比較正規的去學到非標的運動 沒錯 其實我覺得這幾件事是我們需要的 就是像我們以前 我們當我們剛剛學非標 就是我上兩集和阿昌說 我們學非標的時候沒有人教的 沒有一個正規的那一件事 連走出來踏一條線 或者站邊的腳 先後都沒有人說 就是現在阿南成立了這件事 就告訴別人 咦 非標 怎樣才是一些正途 或者怎樣才是正確的姿勢 很多基本的東西 即是我自己扔標 到現在我教的 都教了十年 是的 我知道 以前只不過是說 一直沒有正式去成立 都是私底下自己教的 嗯 相對來說就是 在教方面 就會接觸到很多不同人的問題 以及他們所遇到的困難 嗯 因為如果每一個運動 每一個動作做得不好的時候 你都很容易弄傷自己 嗯 是的 我也弄傷過的 很多人最多的 就是手肘痛 手臂痛 或者肩膀痛 或者肩背痛 嗯 這些問題 那是怎樣產生的呢 嗯 有些嚴重的 可能說腰座骨神經痛 嗯 或者是膝頭骨痛 嗯 嗯 在這些動作裡面 為什麼它會痛呢 要和它尋找根源 和解決 嗯 好像我們剛剛之前 就去教一班老友記 嗯 大家都上了年紀了 嗯 有些老友記就會說 老友記就是老的 老人家 即是上年紀 我也是老友記 你還未到 還未到 嗯 他們有很多都會說 手痛和肩膀痛 嗯 有些是腳痛 嗯 當我們教完它幾課之後 然後他們的改善 他們有很大的感受 他們都會說 我現在不痛了 可以扔得久了一點 嗯 嗯 所以飛鏢正確方法是很重要的 初時他們跟我說 他扔了一會兒 不到半個小時 可能15分鐘已經停了 嗯 但他在我們那裡上課之後 然後他可以玩兩個多小時 嗯 都沒事 都不累了 對 現在很開心可以這樣玩 是呀 因為我待會要問一下南馬 我們其實是由 站開始到身體的座向 然後是手和手指的握法 如果你可以慢慢開始了解一下 如果站的應該是怎樣站的 我們應該是怎樣站的 主力的腳 其實那個重心一定是 比如你右手一定是右腳來右腳 但我們放多少的力量在那個重心上 通常是90%的 即是大部份的 大部份的 但這90%不會影響你的身體 如果90%就是我另外左手邊的腳 如果他經常動一點點 其實問題都不大 不大的 但要看你的腳放在哪裡 因為我們如果用右手的 是右腳站在前面 是 我們這個叫重心腳 是 左腳相對於後面來說 我們叫支撐腳 嗯 那兩個腳相對來說就是九一的比例 嗯 那為什麼呢 因為當我們支撐腳的時候 是他在承受向後挨的力 不讓他向後的那個人 嗯 但如果你是踩著地 即是踩著地 因為你腳板底這陣子 你是要用力的 嗯 沒錯 用力的那你小腿就會收緊 嗯 相對收緊了之後 時間長了呢 你會很容易腳痛 嗯 但我們不是的 我們是碰著地的 我們是腳趾公碰地的 其實那幾隻腳就不會踩著的 那相對來說呢 你根本不需要用力的 嗯 即是說輕輕 就好像腳架 即是左腳趾 踩著 踩著 可以不用擺來擺去 是的 應該是這樣 即是那個 你是不需要用力的 是不需要用力的 是的 好 接著我們去到那個馬 雜不需要雜馬 不用的 接著就是腰 其實是放鬆站的 我其實很想知道 我到現在都想知道 我都沒有問過人 其實 譬如我站 我是站在左邊一點 站在正中間 還是站在右手 那我應該是站在左 左一點 中間還是右一點 即是如果你說你的方法是用描的 相對來說 你用右手 右眼就是這條直線 那就是站在中間 是嗎 你是瞄的 是的 瞄的就是右眼 在直線的中間位 如果好像我的扔法 我不需要去瞄的 不需要瞄的 其實這個就要大家領略一下 不需要瞄的 那我就會是右手 在直擺動作 那我就肩膀去對著直線 即是這樣 肩膀是直線 我們現在搖擺 其實我們眼睛是在看著 眼睛是瞄著 瞄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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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用另一個音 是不是應該是這樣 現在這個 即是 但我的擺 擺是直的 即是我不看其實也是直的 那我們就可以 其實你要先了解自己身體結構 因為每個人的筋骨關節轉向不同 即是有些人可能他的手腕 可以很柔軟的 這麼彎的 嗯 但如果他再壓 還可以再壓 我也不行 我到這裡就 但每一個人你要了解自己的身體結構 當你放鬆的時候 你應有的角度是怎樣 已經足夠了 如果你硬咬的 就鎖了 嗯 那也是 鎖了即是你緊了 緊了你怎樣做 要不需要鎖高一點 或是我爭向著筋骨 我見到有些人很高 有些人很低 你現在是手腕扔支錶 還是手扔支錶 手 手擺在眼睛的高度就可以了 咦 那我即是拉過來 是啊 所以我有時不知道 譬如我現在看著 我站在中間 那我拉過來 如果支錶長 我見到阿南 你支錶多多長 那會不會撞到的 怎麼會撞到呢 那但是你是 咦 譬如你的方法 你放在這裡 但如果我 應該不會撞到的 那我拿支錶給我 那你等一下 你拿支錶 我想研究一下 咦 怎樣可以支錶 怎樣瞄 會比較 角度會比較好 其實Christy 你怎樣描法 我怎樣描法 我可以放在這個位置 放在這裡 正如跟我都差不多 是啊 阿南說的方式 就是它用垂直擺的方法 好簡單 你現在試試拿起這個酒杯 你需要不需要瞄著它拿 我不用 為什麼 因為我感覺到在哪裡 感覺到 是不是我看不到 真的不是看著 這樣就可以拿到 看著它可以拿到 那你怎樣控制自己 怎樣控制 為什麼你的手會拿到杯 你不會拿到旁邊的杯 因為我集中在這杯裡 你怎樣控制自己的手會 是 我控制自己的手會 是的 即是正如 那你想一下 你控制自己的手會 嗯 那你用不需要瞄 應該是 不需要瞄的 應該是 應該是不需要瞄 開始領略到不需要瞄的原因 好 我們接著拿這支 OK 這支錶是稍後介紹一下 很有趣的 我們看到 這個是Roydenham的飛錶 一個品牌 跟它推出的 分別它有一個 大約 兩吋 1.8吋 左右 然後有一支乾 這是Feed Fight 對 最大的 賣點 不是賣點 最大的 阿南的特色 就是這個飛錶翼 不是一般的飛錶翼 這個是你自己設計的 2008年 對 我想是9年 設計的飛錶裏面的錶翼 它的封鎖是比較低的 亦會比較快一點 快一點 對 好了 說回瞄錶 瞄錶 這個感覺 這個飛錶怎麼出 動作 你剛才說會撞臉 是的 當你站的時候 肩膀已經在前面 是 肩膀在前面 你怎麼會撞臉 這個又不同 讓我拿來試試 你想想 你肩膀都在前面 你怎麼會撞臉 所以我這裡是歪歪的 如果我是這樣 可能 這樣可能 會好一點 剛剛 就算在臉上 我肩膀也是出來的 我肩膀出來了 我也是不會撞臉 也是的 Kristy 你又可以拿支錶 試一試動作 試一試動作 因為Kristy 扔飛錶的動作 是的 又不是很相同 我也是這樣的 對 其實我也是碰不到自己 對 因為那肩膀的 那肩膀的問題 我又看到 外國有些錶手 很有趣的 他放在耳朵上釘 有 有 我忘記了是誰 這是美國錶手 很多時候 你們會說 會撞到自己的臉 放在這裡釘 那個是誰 Matha經常學的 忘記了 忘記了 Murfin 是甚麼鬼 是的 很好笑的 就是我們 聽錶 我們叫他聽錶 我們知道錶 你們很多時候會向後拉 是向後拉 但你平拉 你就打自己 你都沒有放鬆給他下來 對 是正常的 給他一個曲子 就是這個位置 再上去 沒有可能打到自己 是嗎 沒有可能打到自己 我們又說一下拿錶 因為你的拿錶方法 譬如跟我們一般我以前認識的 又不是很相同 是的 因為就算我現在的拿錶方法 其實很多人都在用 是絕對是 因為他們都會叫我做蘭花手 為什麼 其實也不是很蘭花 因為以前他們不會有這樣的 是的 以前 不會有這樣的 你會拎一下 他們會這樣拿著 是 但我會張開 沒錯 沒錯 你現在看到很多人 就算外國人 都開始用 這個方法 為什麼 因為當我去扔的時候 我的手都開了 是 我需要不再去 特意打開它 我這樣放了 哪有動過 但很多人不明白 即是你的接觸點 就會比較少 好的 你試試把後面那兩隻手指 握拳頭 後面這裡藏起來 你試試打開這三隻 是否扯住了 是的 扯住了 後面就扯住了 是嗎 是的 那你怎麼會放得好呢 所以你就 所以我會先把它打開 先放開 是的 是的 我突然又這樣 嘩 我再做幾個訪問 我可能 你的錶會進步於神 真是 那我這一節又差不多完了 我們其實 真的很感謝阿楠 又給了一些教學 因為其實 我們去學習飛鏢 其實我們上課 是需要付錢的 是的 我們現在學了很多東西 給大家一點 這個教學的訓練 給你看看 那我們下一節回來 我又訪問阿楠其他東西 好的 再見 經錯過我們精彩的節目 現在上來這個網址 就可以訂閱我們八大頻道 付費之後 還可以重溫所有精彩的節目 記得要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和讚好我們的Facebook專頁